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下莫习特杰第23首钢琴蝎奏曲 这首歌在很多首歌里都算是比较更出名的一首 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因为它第二乐章是非常之精彩 不过我们今天就只是讲第一乐章而已 第二样就是它间中会出现在比赛里面 今天我们会听的版本就是一个比赛里面 我们会听的就是Daniel Trivanov在Rubinstein Piano Master Competition 记得谁是Rubinstein? 就是上次我们听Grade的时候弹琴的 他就在这个比赛里面,2011年的时候就赢了冠军 这个人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是整天都来香港的了,都很出名 我们会听的就是以色列室乐团玩的这个版本 大家一搜索的第一条都是 你看五百多万的观看 古典音乐来说也算是很多的 好,那我们在听之前就看看这首歌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古典时期的 Xposition有一个 2T,Solo,Development,Recap 更传统就是它第一主题,Solo第一主题 以及Recap第一主题,都是如出一切的玩法 第二主题也是一样,一模一样 就是我之前说的最传统的玩法 完全不变化的 你看到Solo那一次,就是Recap那一次 接着之后,这就是Tutty那一次 和Solo那一次,你会看到完全一样的时候 就是它是用钢琴弹出来 到过度见尾段,又是一样 就是它也是用钢琴弹出来 主要就是 再同一时间,你会看到 它的第一主题是第一一句 两句,两句,接着一个结尾 这一种我之前好像没有跟大家说过 都是在第一主题比较常见的一种玩法 或者是通用一点的玩法 就是出现一次,接着第二次 是一样的,不过可能结尾多一点 然后就会第一主题都有一个结尾 但是就不是整个exposition的结尾 然后它才会带到第二主题 所以这首歌没听之前 大家都会知道是很容易听得明白的 而事实上它内容上 都是很容易被人听得明白的 那我们一起听一下它是怎样的 首先它第一主题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感觉 接着个小节 再一个小节 就会再重复 这个就是高八道 这样去 这个第一主题是一听就会记得 所以你要知道Mosa是一个作船力的天才 不过重点不是这里 重点是他这一块 大家看到我用蓝色 这一堆 其实就是他第一主题刚才说 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出现 然后第一主题的结尾 这个结尾在这首歌里占了很重的气氛 我们一起听一下是怎么样 这一句 这个motive 大家记住他 之后我们会再想见到的 之后他就会接下去第二个主题 刚才第一个主题是一个很 欢快的感觉 第二个主题很自然地 就是放松一点的心情 而且是很优美的 好像有些音转问题 好像有些音转问题 重复 然后一个 转 合 二二一一一二 起乘转合句子 然后他就会再弄一次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接下去的结尾 大家听到结尾也挺特别的 都是一样要记住这句 这一句 看到吗 他这里是一个小姐 一个小姐 后面那些东西是和下面一样的 不过这些前面就出现多了四个不一样的东西 严格来说我觉得是三个 那听下这三个小姐是怎么样 第二次出现那句又会变成 重复而已 然后再来 然后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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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否很容易听 那我们就要接下去的solo solo大家就会知道 一钢琴第一粒音一落就是solo开始了 那么今次呢 你只看这里 你已经知道 它是没有入口的 跟第20首不一样了 它直接就是弹个主题出来了 还要是用一个Alberti Bass最简单的伴奏模式 带这个弦出来 是吧 最简单的了 这个本质模式 然后你就会知道 它一直到弦弦弦弦 都是钢琴的气氛 跟着再加上管弦弦弦弦 首首都是这样的 跟着之后 它就会进入这个 为什么会短了呢 因为它这一块呢 是有少少不同的 是会向上升的 其实那个动机也是一样 不过各船也不一样 但都是同一块 跟着第二主题也是一样 如果它是这样重复的话 即是它都是纯粹用钢琴弹弦弦 不用听了 所以这些弦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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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 这里飞了它,我们直接进去Development 这个Development,我们先听一下是怎样 刚刚我们听到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那这个Development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它变成了 原来它是一个全新的旋律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Development通常都是用第一或者第二主题的元素 但是这次它就用了一个全新的旋律 其实是很不常见的 第一次听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第三主题 但是环观了整首歌 它就是一个Development 因为它下面出现了很多Development的元素 而后面也已经变成了Recap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说 有机会Development是会用全新的旋律 不过这种情况是Superware的 就是好像你抽卡抽到闪卡 那样的 亦都是这个乐章的特色之一 然后后面呢 我们不说后面了 主要就是你要记住 它的Development的 这种东西 我都特意用紫色设计了 所以我们之后呢 就会回到Recap 挺容易听 超级easy listening的一首歌 去到8分17秒 然后就会变成 其实简单说 就是它将Tooty的第一主题 和Solo的第二主题 这样摆过来 所以是超容易听 那一边接下去呢 它的剑尾段也是一样 之后就会带落Cadencer 然后再带落它的完结 那这里呢 大家很值得留意下 它用的元素 你看到我提到这个蓝色是什么 就是它第一主题的结尾 之后呢 它就会进入去 用Development的元素 其实很特别的一件事来的 因为它怎样去将它 出现过的东西 用会贯通 而不是就是 诚统神来之不 这件事可以体现得到 莫扎德这个时期 作曲的成熟程度 基本上 结构就是超级完美 然后它就会带到到Cadencer 那我们这个位置不听 因为很长的 如果要听的话 很多秒 重压版权的 那下到Cadencer 那怎样下 又是 就是 那一招 就是 就是 然后就会开始弹了 那怎样再接下去呢 接下去它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一招 Trio 接下来 听到它的chorda是用什么元素 它不是用development 也不是用这个 而是真的用回它的结尾段 不过它散减了前面这个东西 所以你一开始未必会意会到 但是 所以这三个小字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我刚才也跟大家说 就接了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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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在第二个章大家就会知道答案 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说第一个章 所以是这样 拜拜